全國三級警戒預計會執行到這個月二十八號 有沒有機會解封呢 現在外界都非常的關注 對此現在傳出政府 嚴理要微開放 針對比較低風險的場域 像是電影院 展覽館等等空間 足夠靜態 而且可以流量管控 不需要近距離接觸的地方 有機會來做先開放 至於餐廳有沒有可能會恢復梅花座 目前還要再評估 超大螢幕搭上環繞音響 影城看場電影這樣的享受 好久不能感受 但看電影小確幸可能有機會回歸了 因為疫情趨緩 政府嚴理為開放 這些地方可能先放鬆管制 像是電影院或者是展覽館等 禁止飲食的場域 就被認為是低風險 有機會成為第一波開放的名單 畢竟也是被關滿久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解放的話 就會想要出去走一下 可以看場電影吧 對 因為會的時候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民眾興奮終於等來透氣的曙光 傳出行政院提出微開放計畫 針對包括靜態空間足夠 不需近距離接觸 並且可流量管控的場所可以先開放 但餐廳想恢復梅花座 卻還得再評估 創下天天大牌長龍的奈良美之特展 台北廠因為疫情提前結束 到時解封一文活動似乎能先開跑 民眾悶很久 哪裡都想去 希望往日的美好快點回歸 但就怕疫情捲土重來 有專家就提出2.5級分階段開放 放寬戶外活動人數 當然口罩還是不能少 對此行政院強調 相關的方案還是得參考 機關署指揮中心疫情分析 進專家會議討論後再決定 記者邱榮慶黃趙薇 台北三峰報導